第二次美朝峰會明日和後日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 在河內市面,登署上都掛上了朝鮮、越南和美國三個國家的國旗 而下面就有一個握手的圖案 而當局也在市內設置了3000個大型宣傳牌 以及在各大街上放置了24個大型展示屏幕 被公眾即時獲得相關資訊了解峰會 而其中一個放置了大屏幕的地方就是市政府旁邊的這個公園 相信是峰會舉行場地的國賓館,保安暫時未見加強 但附近的後備場地索菲特大都會酒店 保安就較為嚴密,有安保人員在場駐守 越南當局預計,峰會將會吸引約三四千名記者前來河內採訪 位於友誼文化工的國際媒體中心 當地時間今早9點正式開始運作 記者領取採訪證後要經過安檢進入會場 旅途有多個工作區,被記者在現場收睇直播和發稿 媒體中心也設有一個食堂,向記者提供具越南特色的善食 河內街頭的紀念品店,很多都有售賣和這次峰會相關的紀念品 包括T-shirt 有其中一檔店主說,相信這次峰會可以提升越南國際地位 又對峰會向越南舉行感到自豪 一位來自美國夏威夷的退休教師就認為,這次峰會其實無必要舉行 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星期四峰會完結之後就會離開越南 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英就會繼續他的訪問行程 3月2日才回國 香港相報記者梁希然,在越南首都河內報道 這個月初出十月,我們繼續市場